最重要的事,或者最觸目的事 首先要講講李隆基 告一段落,這件事已經是大結局了 那你最多判了 李隆基除了哭,還可以做什麼呢? 李隆基呢,其實今天 黃青霞,一定是他叫他認罪 律師幫他找了 律師就很厲害 他找到盧敏儀 盧敏儀呢,他也能保持 你會看到今天最大的新聞 所有人都在說盧敏儀 由主持變成大律師之後的心路歷程 反而黃青霞判罪 就頭一段講完就算了 那一刻才有趣 現在他這案件 判了出來的結果 這個什麼都有 青島的那些 我想就無謂 我看回讀媒好像有說 讀媒好像有頭條去說 讀媒有交代得好一點 我覺得讀媒有時候 他寫一些法庭新聞 法庭線好像沒有說這個 法庭線反而沒有,不見了 法庭線在講47人案判詞 現在有嗎? 不是,靠估計 哦,只是估計 好了,他用七條罪 七條罪 有兩條就是不提正公起訴 我想這些就是交代 主要就是因為你作為他的辯護大律師 盧敏儀是交代的 給他回憶 現在你說七條罪這麼多 加起來同期執行 現在你總之加起來 就判25個月 如果你說就這樣看的話 還押了 大概多久呢? 還押了半年 差不多5個月 差不多5個月還是6個月 5個月 我跟他計算過 25個月扣減了5個月 然後 不,首先25個月 你要當他行為良好 他這些 就不是政治犯 有三分之一 就行為良好可以扣減 扣了之後 大概就是 18個月左右 然後再減5個月 其實剛剛好 黃青霞被被捕是2月19日 其實他大概是3個多月左右 即是還押了 是嗎? 是的 所以如果17個月滿的話 17個月 再減5個月 是的 再減5個月 剛剛好12個月 剛剛好12個月 剛剛好多坐一年 就可以出來了 一年就不是很難守 行為良好的 可能坐一個月 是的 一年出來的話 37歲 37歲的話 還可以說得上 現在 李隆基 多點補一下 好 到其時 或者現在 你打定飛機 入住 Test Tube 那裏 拿來人工受孕 還是我們現在開盤 猜一下 李隆基 會不會走數 黃青霞這個出獄當日 他不是說要生的 是不是 會生孩子 他很想生孩子 現在呢 就多點保養自己 做多點運動 不要那麼傷心 令到自己 就好像 河伯那麼厲害 就可以一天 沒有5次都好 起碼保養自己 一定中 現在 其實很多事情 你現在是判完之後 其實才會水落石出 知道他那些案情的細節會多些 那我們現在 就看回今天的案情 很多網友都 FY在說 盧敏儀良心律師 我就在查 盧敏儀真是在Google裡面 他幫很多社運人打 其中47人案 他就在幫助彭卓奇 是嗎 是啊 OKOK 這個難說 因為阿彭卓奇 這些呢 就是他 說自己扮黃之後 他有條件 有些人 他就會找一些建制律師 那我就不知道 盧敏儀 很難分他是黃還是藍 不是 他接過很多社運案 如果我打盧敏儀社運 然後在新聞裡面找的話 OK 其實我比較關心 今天有哪些人幫李隆基求情 有哪些人幫黃青霞求情 我看讀媒這篇報道裡面 就說求情的人 很多是透過慈善活動 認識黃青霞 有機會監察他的為人 這些就不是表面的描述 他們都稱讚黃青霞有善心 和樂於助人 很喜歡送話 但是呢 你知道呢 他送話都選別人來送的 就是Instagram 家賢媽媽他就送了 就有一個 不知道 是否姓盧 又是婆婆級的甘草演員 原本答應了他送 最後沒有一件事 推堂 他真的選擇 如果你有送話就選別人送的 所以其實你是不是很善心 樂於助人呢 看看你什麼人 他會和鄧炳強拍照 貼在權貴裡 很主動去 盧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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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就說送給別人 但是沒有那件事 走數 被人報出來 今天主要就是 看回他既然肯認罪 這些呢 因為真的不能打才認罪 而他本身呢 剛剛入獄的時候 李隆基還嘗試去幫他找回 那個什麼 飛機師 排 飛機 飛機的證書 是怎樣考回來的 他說那張東西是真的 證書是真的 因為找大陸有一個人 就幫他買 是吧 買回來是真的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李隆基 在鏡頭面前 就這樣承認的 是吧 那個不知道什麼小什麼 是吧 什麼小院還是小什麼 什麼小強領什麼 那個人呢 就專門幫人 做證書 證書是真的 只不過是幫他買 這個意思 哈哈 就是找一個人幫你考 然後改個名字 叫他黃青霞 那樣幫你考 大陸有很多請窗 那 就 李隆基沒有說什麼 出獄之後 主要說兩件事 一直在哭 今天不說話 不說話 就叫人家記者 讓他走 總之 他對著所有人說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娶他 只不過今次 就沒有再對著黃天白雲 不 這個藍天白雲發誓 對著藍天白雲發誓 會被我們恥笑 他是對過藍天白雲發誓 之後就不會再做 也都沒有必要在這裏做 發完誓 就不會再發一次 大佬 上面已經有這張訂單了 哈哈 你都未找數 藍天白雲已經有這張訂單了 已經有這個命令 你再下命令 你算怎樣 你現在 你會不會當藍天白雲是流的 那 今天處理這件案件 那個法官叫什麼名字呢 叫陳惠敏 陳惠敏呢 以前是處理過社運案件的 他那個判詞一輩子都記得 重判你為你好 但他重判誰我就真的不記得了 他因為如果我輕判你的話 不是說不行 但你預料給律政司上訴 然後更加重 是啊 所以呢 不如我現在判你重一點吧 那就是給律政司下台街 就不要太麻煩了 又省回律師費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今天判刑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的 他就說 預期 因為他這件事 涉及太多事情了 七項控罪 兩項違反逗留條件 一項取得入境正義作出的虛假陳述 即是你騙別人 你的虛假陳述 你騙別人的證書是真的 一項使用虛假文書 一項擁有虛假文書 一項就向根據入境條例 向當事人 對這個入境事務主任作出虛假申述 以及一項就對違反逗留條件 在香港呢 就做補習 是吧 即是在什麼什麼 尖沙咀裏面做補習社 是吧 這些東西 加上七項控罪 五項控罪是認了 然後兩項控罪是不提證供起訴 根據控罪來講 虛報有碩士學衛 違反逗留條件 是認了的 在香港期間 在柯士甸學校工作 也認了 他預期居留三年 這個就不認不得了 這個騙入境處 就說幾天前 就在港珠澳大橋入境 但沒有入境紀錄 這樣都被他過了骨 這個其實是 所以你說整件事 怎會沒有 怎會沒有公共性 整件事就是這裡 還有你另一個角度 就是 你這些判詞 是反映了政府 尤其是入境處 如果不是法官慢慢對資料對出來 大家都不發現這件事 那又可以放你的 你明明你是沒有入境紀錄的 就是你之前 你是 你檢查電腦知道的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過關 你走得一個黃青霞 他靠 就是他靠騙你 這樣就可以過關 這個都是表面的 其實是否真的這樣 都不知道 後面還有幾多個個案 其實審計處 你說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麼喜歡 研究一下 那些人 有沒有加國安條款 你不如研究一下 就是入境處有多少漏網之餘 好過 究竟 現在他憑 他憑 騙你 他騙你 因為其實他本身 他是預期居留 他原本想出境的時候 就說 我幾天之前 我入過境了 你沒有紀錄嗎 別人信了你 這樣都可以 是不是 才可以出境旅遊 是這樣的 那 這件事其實 這個很奇怪 你說個別例子 都是這麼說 一定說個別例子 喂 這樣就差一次 解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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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入境處的人 蛇網 那究竟有幾個別 是不是可以被你撞彩撞到 而且 是不是真的撞回來 為什麼可以跟你虛報 那幾天之前 入境 這個港珠澳大橋 你應該Cross-chat 如果你有移民的話 你是不是已經Cross-chat 澳門那邊 這個人 黃青霞 是不是幾天之前 在港珠澳 在澳門那邊出境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你搭金巴 全部有紀錄 現在王維敏法官 他就說 陳維敏 陳維敏 陳維敏法官 他沒有主動去提述 那些證書 明顯被重就輕 對 被重就輕 裁判官就要求 去看他 牽涉這宗案的三張 虛假證書的文本 原本 李隆基 就說幫黃青霞 找回三張 私人機師課程的證書 因為那三張是真的 這個是李隆基的說法 之前他對著那些記者說 這三張是真的 只不過是買回來的 不知道什麼黃小虎 但問題是 如果你找回舊文 就不是這樣說 01是看到 你起碼是那些單 全部都有問題 是啊 原本他找不到 現在找回來 還有私人機師課程 和儀表非行課程 現在陳維敏就說 主要是辯方 路敏儀就說 這些證書質素很粗粗 沒有精密設計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是很粗粗的證書 都騙到入境處 入境處就很流 也找回舊的留言 當時黃青霞 在史丹福那張證書出來 我找回我們的舊片 他放在01那裡 很多網友都說 沒有那個是這樣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證書出來 都在問這些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是不是哭了 你入門 哭之前先笑 會不會上訴 不說了 你不說了 其實你拿輕盤 你都贏了 你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我成功飛倒旅 我真的不笑 我又不知道 突然間哭 又是 這些也是突然間 首先深呼吸之後 才搓出來哭 在這一刻開始 就開始培養情緒 本身就是這樣笑 突然間 低起頭 首先 他通常假裝哭 他在哭之前 你就留意他 就是拳頭這樣 摁住自己的嘴 培養感情 即是鎖定自己 這個什麼 蘋果肌 對嗎 先捏住 不要笑 然後 你看到他 然後 你留意到 你開始 這樣鎖定之後 眉頭開始有動作 眼眉 你看到 開始 下面 上面 兩眉之間 他就開始 眉頭深鎖 才出來 去吵氣 啄養 現在開始啄養 情數 培養出來 是不是 才慢慢 突然間 又說 哭了 馬丁都說 他都學到了 這個 這個 史坦尼夫斯基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這個很明顯 是看了 演員的自我修養 這個 應該他也有一本書 所以很假 因為本來是在笑 總之 這個就好像 賭神 出術之前 都要出戒指 哈哈 李隆基 都有一個 即是 也有一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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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 鎖定了 這一堆肌肉酸 然後 眉頭深鎖 才在那裡 哭哭 是這樣的 我留意他 他每次都是這樣的 其實 因為 對著 藍天白雲 發誓那一刻 就不是的 他首先 另一面 然後 然後 深呼吸 一定是深呼吸 一定是深呼吸 他先儲定氣 是吧 即是 那一刻 即是 那一刻 裏面 他開始 不行 要儲了 笑那些要收起 留回今晚 先 起碼 我先上的士 哈哈 但是 你那一刻 我就是要哭哭 是吧 我也是 如果有基哥的朋友 在聽你的節目 你提他就好 大哥 我提他一樣 就是 你看看死鬼王偉的演技 死鬼王偉 就連那一刻都不用 直接哭 哭給你看 我見他 即是 早兩天 看你那個少傲江湖 是吧 我不困 是 他是這些 那 盧敏兒 跟他說 這些證書 質素很粗糙 沒有經過精密設計的 他說 這個什麼案情 就顯示 入境處曾經兩次要求 王 王青霞 就那個優才計劃 去申請 去補交資料 那就說明了 是吧 說明了 處方的審核是嚴謹的 那至於 王青霞 沒有理會處方的要求 可見 他做申請的時候 還沒經過深思熟慮 不以為 擁有專業技能 就可以申請優才計劃 所以呢 判王青霞 九個月 就對了 九個月 原本是 他要求九個月 即是 努敏兒 那不是 然後裁判官就說 不是 看看 你的證書的副本 似乎難分真假 而且你的證書 都是有一定的複雜程度 你起碼騙到01 黃青霞 一定是掌握了背景資料 才可以複製副本 即是你起碼有正本 或者你要求賣方給你 他有正本 所以呢 就經過一個精心的計劃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 可以看一看 水哥就應該很熟 他原本說經哪個賣 黃小虎 什麼人 總之中間有個小字 經過那個人去買 他會自己爆響口 證書是真的 他經常買證書給別人 他經常這樣說 但網友都經常在說 你只要上一個網站 叫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 House 你給7元美金 一查就知道你是不是 這些 好了 跟著 裁判官 陳衛敏 不是陳衛敏 陳衛敏 都是陳衛敏 黑社會大佬 是嗎 是 全打陳衛敏 腳踢李小龍 一樣名 他就說 好了 最主要的就是 最重點就是 這件事 違反逗留條件的情況 很窗截 法庭是會原容一貫 的量刑原則 會處理你的案件 是嗎 而 因為 本身這件案 因為 本身 在香港 中港兩地 太多這些案件 大陸有龐大的市場 可以給居民簽證來香港 如果我們執法機構 不檢控的話 就會吸引很多 持傷情症的人 來香港工作和預期居留 是會影響香港人的飯碗 所以 一定要處於嚴苛量刑 法庭 來自 法庭會對來自國內 甚至 東南亞的預期居留人士 都是一視同仁 我不管你是大陸來也好 東南亞來也好 總之 一視同仁 不會因為 你是血濃於水 你是大陸人同胞 我就會對你特別優待 我也不會管你是李隆基 是名人 要求情的 你就留在求情信那裏寫 至於求情信呢 我就不知道 今天有沒有媒體 有沒有說 究竟誰幫他求情 我想那些什麼慈善活動 又去畫畫送人情 賣人情 那裏賣回來 我覺得反過來 那些人才不會給你 李隆基 我想另外有一班 那些人會打扮人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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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要打扮人心卡 那些要打扮人卡 那些要打扮人卡 李隆基求道 因為其實李隆基有需要的時候 他都很捧步 可以做到 好像馮檢基那樣 因為李隆基真的財困過很多次 破產過很多次 之前訪問秦皇說 所以基本上別人找他幫忙 有作造他來者不拒的幾少錢他都肯做 所以儲存了很多人情債 很多人情債可以錄的 按鈎姑又說 如果偽造鈔票夠粗粗的話 是否捉到就可以減刑 所以我不太明白盧敏儀的邏輯 總之如果我承認你的證書是粗糙 那又被你拗到減刑的話 等於要借我把口 就可以說入境處 求救期 你現在是不是要法庭 判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本來是黃青霞 純粹是一時貪念 郭小祥 我記得是郭小祥 你這樣說 中間有個小字 現在主要是講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這麼多虛假聲明 又騙到入境處職員 入面的東西 不深究 不深究的就在於 大佬 怎麼可以被你 憑口就騙到 怎麼可以這樣 你說是就是嗎 很多東西要檢查的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漏洞 連零一都這樣說 我看看有沒有理解錯 證書粗糙 辯方說 辯方就是勞敏儀 沒有經過精密設計 不是精密設計 你有意圖犯罪 是不是 你的意圖犯罪 你是騙逗留條件 案情顯示 入境處 曾經兩度要求 優才計劃補充資料 說明處方嚴謹 審核嚴謹 其實我不太明白 盧敏儀是什麼道理 但是 起碼現在 真的叫他判了去刑 未至於好像 誰 誰說得那麼嚴重 你兩年算不算重呢 如果你說他七條控罪來講 算是這樣的 你也是坐多一年 剛剛好是 我今個月底在柴灣一間酒樓會做表演嘉賓 好了 黃青霞案就講完了 不是呀 TU都要提醒我們 近來港大碩士課程都 那些大陸學生造假 那裡有很多 我們之前不是報導過 是因為港大自己本身 就操縮 叫那些學生 自己給這個 證書資料 給這個 港大做這個入學登記 結果 他們覺得有問題 然後 重新叫 叫一班學生 不如你聯絡這個大學 叫大學 就聯絡 叫大學 就聯絡回港大 去證明他們的證書沒有問題 結果有一半是有問題的 那班現在不知怎麼辦 那些不就報應 你騙人嘛 什麼不叫不知怎麼辦 你那些叫碩士 Todmaster 那些叫售課式的碩士 其實是那些賺錢東西來的 就是那些學店證書來的 你對於港大的立場 為了要收足客 我開巴士出去 要搭滿人 我開班成功 我最好就是 那些證書 說夠資理 那些碩士這些東西 是感上添花的東西 你自己 讀完回來自己滿足 就好像歐善儀那些 你讀回來自己滿足而已 網友都說 勾善儀那些 你不是研究用的 Degree 是差一點的了 那些沒有什麼重要價值的 你不是給你在學術界裡面 去發展上去 不會影響到學術界 裡面那個 資力架構 不會 那些純粹是 就是給你買一張證書回來自嗨 自己追 自己追自己 不就是給你拿來 銷售一下保健產品 你不會真正做到營養師那些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你外面 在職場上有多麼認真 其實就不要認真 坦白說 看你過往做的什麼 CV 那些是更重要的 其實就是 TOPMASTER 其實那個含金量很低 如果你自己不是 去學東西 而去買回來的話 就是考回來的話 沒有什麼意義的 所以就是說 看完黃青霞這一件事 TU就 提醒我們一件事 如果 法庭有港大碩士 因為這件事被捕的新聞的話 就拿來跟黃青霞對一對 黃青霞重判 這一班造假的港大碩士 應該都要重判的 是啊 應該是的 我覺得他們是活該的 你不要說不知道怎麼辦 你騙人 你被人踢爆 這些是應該的 這不是報應 簡單來說就是報應 你不夠資格 你就不應該讀的 是不是呀